小郑说他租住的那套房子有六个单间 每个单间住一个人 租赁合同中他租的A单间居住人数为一人 租赁期从2021年5月10号到2022年5月9号 预租金和押金都是1650元 八月底吧中介说我说我这边带人进来住 说我带人进来住有人举报让我赶紧搬出去不让我住了 那谁举报你了 应该是其中隔壁一个女生吧 我是这样子的 我朋友因为在找工作的原因 在我这边暂住了几天 然后这中途嘛 他也去另外一个朋友家住的 八月31号的聊天记录显示 管家说经过了解 你房间多住了一个人 未在合同上登记报备属于违约 按照合同规定三天内收房 小郑问谁说多住了一个人 住一天两天不能住 房子租来我有权怎么使用吧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啊 对方回你违约我有权收房 小郑表示当天他就搬出去了 但中介还扣着5000多块钱不退给他 然后1650压在他那里 然后他说要扣我两倍的押金 然后我是房租是交到10月份为止的 差不多一共还有5000多块钱 首先我认为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他如果发现通知我了 那首先我们要双方写商一下说 这个要彻底要怎么解决 还不是说直接就把我赶出来 合同中约定 没有如实申报长期居住人数的属于违约 违约金是月租金的两倍 小郑用之前的密码打开了大门 他说室友们都不在 这个整套房子里边的租户 就是那我不说谁了 跟我反映说这个里边 这个本身来说的话是一个人住的 因为咱们这个人员都是需要备案的 不是说你想住几个人就住几个人 我们的合同都是一条一条给客户过的 小住几天是没有问题的 就三天以内没有包备也是没有关系的 里边的租户跟我反映说 这个好像是住了好几个月来一个事 梁经理说有好几个租客向他们投诉 说小郑和朋友在厨房等公共区域乱丢垃圾 小郑否认了他希望拿回剩余的钱 这个多处的钱 那我们也不是黑中介 多处的钱是可以退出来的 那包括这个女孩 她是没有找我们的人办理这个违约 她说什么呢 她给我就是我们的 我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对接的这个事情 是这个说这个这个这个女孩还没有算完事 就是等于说就是找这个什么 找人的应该是 是不是 因为你们这合同并没有说 有过以下写的就要扣200%的违约 有的 你可以指出来 梁经理再次拿出合同给小郑看 经协商 梁经理答应会马上办理解约手续 只扣除押金 小郑表示考虑下再说 记者也问了问 租客搬出去以后 为什么还能用之前的密码打开房门 梁经理解释 还没来得及换密码 现在已经改好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多谢观看 请多谢观看